B&W 2系列的COOP 在國外的偽裝車 已經被媒體所捕捉到了 不過大家其實比較在意 也比較好奇 大家也在討論的內容是說 接下來這一代的 這個B&W 2系列的COOP 它會不會捨棄了 以往傳統的後驅設定呢 志祺 那我會不會捨棄了 因為我們知道新的E系列 或者是前陣子比較晚出來的2GC 2系列Grand Coupe 它通通都從上一代的後驅平台 換成前驅平台 而且連性能版的 比如說什麼M135 M235 通通都是以前驅為主的四輪驅動系統 對 那大家這個性能迷就開始想了 哇 那接下來M2也變後驅 那真的是買不下去了 其實呢 Empire近年的作品來說 M2真的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一款 不管是它的評價 口碑或者是銷量 表現在全球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也因此呢 B&W也不是不聽消費者話的品牌 就有捕捉到這個偽裝車呢 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其實跟現行款沒有差太多 而且以它的車身的比例幅度來說 很明顯跟現在的E系列 二系列是不同的 所以也就是說 二系列的雙門車型Coupe 不是Grand Coupe Coupe兩門的 還是採用後驅的平台來做打造 聽到這邊性能迷 鬆了一口氣 對 還是有回歸它的老本行 其實以M2來說呢 因為它的尺碼非常的合宜 而且呢 入手的門檻降低了非常的多 所以在Empire新的車系裡面 真的是廣受好評 以往大家喜歡的那種小的三系列的操控靈活性 都在上面展現得非常好 那新世代會有哪一些東西的不同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們知道現在的B&W引擎科技 越來越誇張了 在最新的S58的動力上面 已經可以來到500多P了 所以M2也會採用這顆最新的動力 不過它會稍微挑這樣一點 畢竟車身尺碼比較小 大概會在400P左右的一個範圍喔 其實你再看一下它的內裝罩 基本上這就是最新的B&W的模樣 是的 兩個一個12.3對10.25吋的螢幕啦 三幅式的方向盤冷氣孔 基本上都是比照很多高階的旗艦車型辦理 新世代的 沒錯 所以呢這款車喔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到真的到M2啦 以這個車身板件來說 其實蠻有可能是它的M Performance的車型 而且你看到它的鼻孔啊 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像四系列一樣 延伸到下面 還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版本 因為它如果要是做比較長的 不就又跟四系列長得很像了 可是車廠現在很愛家族化對不對 我們也會擔心 我覺得只有B&W它現在 反而跟B&N不太一樣 它會讓每個系列會有不一樣的 就比較反骨這樣子 對 有道理 不過在這個M Performance的車型上面喔 我會覺得它可能有一些 造型的裝點啦 會比以往再明顯一點 因為現在其實你說什麼 182035就是掛M的 其實它有一點點在造型上的區別 沒有這麼的大 這也是原廠接下來要去調整目標 但是最重要的後驅平台 然後新的S58的動力 我覺得絕對是喔 性能迷就光等這個 不知道還有幾年 可能要到2021左右了喔 光等就非常非常的過 這兩大日系品牌 Toyota跟Subaru 他們的合作可是相當的熱絡喔 因為最近有一份呢 極細密的資料外洩 兩方的合作呢 將推出多款的新車 竟然就這麼的曝光了 到底有哪一些新車啊 是的 怪你 現在是2020年喔 我們每次在談 未來有什麼新車 了不起談年底 談2021年初 應該預計有什麼新車上市喔 但是在這一份機密資料上面啊 各位觀眾朋友們 可以仔細看一下喔 喔 好多喔 2020年在這個地方 是 2021年在這個地方 2022年在這裡 到2023年啊 整個Subaru 在車輛生產的計畫 完全的被有心人士 給拍照錄出了 那這道計畫 到底從哪來的 我告訴各位 這個計畫 其實Subaru海外的高層主管 他們在開整個經營會議上面說 關於我們現在討論 我們明年 後年 大後年 整個集團內 我們要推出什麼樣的 是車種 什麼樣的車型 在全球打什麼樣的戰略 推出什麼樣的車種 這樣子的一份 極機密的計畫 被人家給拍照啊 這只有內部高層會比較知道喔 對 這個喔 就是高層在簡報的 這個簡報內容 但是從這簡報內容 我們剛剛講 已經推估到什麼 2023年了 2023年 非常有意思的幾個點 從我們從這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有幾個 第一個 Subaru Allback XV都會有新車型的出現 而且很快 再來呢 這個跟Toyota合作的一個86 BRD 確定會採用渦輪增壓的引擎 所以這個是大家非常期待 而且整個以86來說 我們現在看到 這就是在測試中的BRD 那BRD將採用的是 跟Toyota合作的一個底盤 那你知道 Toyota最近還有跟誰合作 BMW做的跑車 所以在操控性上面呢 大家對於 蘇巴路的這個BRD 也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期待感 是的 對 那冠儀你一定會說啦 我們前一陣子就講了 蘇巴路跟Toyota 其實算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因為Toyota其實握有蘇巴路的股權 那當然在技術相互支援的一個狀況之下 就會有很好的一個資源共享的表現 甚至我記得上一次在節目中我也講 這個Gazoo Racing的這個Yaris GR 的這個四驅底盤的系統 也會投放到什麼 投放到未來的WRX上面 四輪驅動的一個系統 所以但是在最近最嚴苛的一些 這個環保法規的要求之下 車廠要怎麼應對 所以啊 到了2023年的計畫都已經出爐 為什麼 它採用新能源的一個動力來源 你可以看到這一台車 預計在蘇巴路的品牌裡面 會叫Avolist 那這一台車採用的就是跟Toyota合作的 電氣化的底盤結構跟平台 這是純電動車嗎 EV在這個地方 而且告訴你喔 看到沒有 蘇巴路的EV 在2022年的前端 就要出來 這邊Legacy 奧貝克全部都會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間點出現 然後你看 這邊是STI 到2023這邊還有新車 有沒有 所以這一份機密資料 被曝光之後 也趕快的被蘇巴路動用很多關係 下架 但是你知道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今天如果你去這個爆料公社貼了一個什麼 即便你下架的話 可是已經都被網友截圖 拷貝下來了 所以整個 蘇巴路目前到2023年的計畫 全部被公開在網路上面 而且重點 我覺得這一部 這個EV對於蘇巴路為講 是影響非常大一個時候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在談的是 蘇巴路可能因為嚴苛的油耗 環保的法規 導致它很多車型變成沒有辦法 所以不能來台灣 對 不管是來台灣也好 在全球各地歐盟的銷售也罷 所以必須要有什麼 必須要有電氣化的平台 EV的車種 來去平衡 來去平衡 但我們知道 目前全世界在以這個 不管是電氣化平台 或者是油電系統來講 最強的 就是Toyota 還是Toyota 所以它會 這台車我覺得 會蠻值得 車迷朋友來期待的 所以現在其實各家車廠 都致力於研發電動車 甚至於自動駕駛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的自駕車 目前已經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的技術 是落後別人一大截 還是已經迎頭趕上了呢 大偉哥 是 在最近有一份報告出來 就是看全球前20個國家 各國自動駕駛的成熟度排行榜 結果這個排行榜一出來 大家看到了 台灣居然排名在第13名 好厲害 沒想到 因為這是第一次 在這個調研公司 他所做的報告裡面 台灣是第一次進入到這個排名裡面 結果台灣就進入到第13名 這表示台灣在自駕車的一個成熟度 顯然看起來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來看看前面前10名 跟台灣的距離到底是有多遠 是一個看得到人家車尾燈嗎 還是看不到人家車尾燈 畢竟我們說第一名的TOYOTA 跟第二名的Nissan或者中華30 差距有多大 真的是很大 同樣的在自動駕駛方面 我們看前10名 其實每個國家的表現 都有他們特殊的地方 我們就先別說別的 就來看我們說這個彼屎大的國家 新加坡人家雖然小 但是在自駕這個排行榜上面 他始終就是在前三名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人家早在2017年 距今把自動駕駛這些觀念 甚至做法 已經導入在他們的交通的一個 設定上面 政策上面 因此再看政府法規他們第一名 對不對 技術創新 也許國家小資源不是最豐富 但是也有11名 基礎建設 這一職基礎建設指的是指你的4G 或者是5G 對 這些涵蓋面 他做的 或者是一些充電設備 消費者接受度 因這個國家人民數值高 因此對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我要講 新加坡他們自駕道路的一個 容許的一個長度 已經超過1000公里以上 而且他們基本上 他們把他們全國都視為一個 自駕的一個設定的一個 可以我來測試這個一個 整個新加坡 對 當然他們是說是小 但是目前有的已經有1000公里 至於荷蘭 荷蘭跟我們一樣 都是一樣面接的國家 但是它在這自駕上面 它首先電動車它已經有相當 它已經有15%以上 在技術創新 它也是相當有它的一個實力 基礎建設 它這個國家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 建構非常完善 對 建構完善 所以就像電動裝 充電裝 因為我們講自駕車 不是以燃油車為主 未來自駕車都是以電動車為基礎 對 因此電動車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荷蘭 挪威更不要說 挪威是全世界賣電動車最高的國家 沒錯 對 它的電動裝的 電動充電裝也是僅次於荷蘭 那美國 那美國是一個科技大國 全球420個自駕車的科技發展公司 都設在美國 你就知道它在技術創新上面 沒有話講一定是排在前面前排的 至於政府法規也很早就有了 基礎設施即便美國國土這麼大 它也可以排到第9 消費者接受度也可以到第6 那接下來看芬蘭瑞典 也都是這些北欧小國 但是北欧小國它因為國土面積雖然大 但是它人口少 它的都會話 它強調就是我要涵蓋這些區域 能夠盡量做到 可以滿足自駕車未來的發展 他們很早就做了規劃 南韓在之前它是第10名 它進入到第7名 表示對人家也在積極 在做他們的自駕車的發展 而且甚至有自駕車區域 那我們再往後看下來了 日本在這裡是比較可憐 今年很可惜 假如今年奧運有辦的話 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很大機遇 因為日本原來是想趁著 東京奧運把它自駕車技術 或者它新能源車把它放進來 展示它的國力在自駕技術 但是很可惜在這部分它沒有 日本在這裡你看法規怎麼這麼落後 其實他們也做的 其實也比台湾很多 技術創新不用講很大 基礎建設 因為他們當地的這個路況 因為自駕車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衛星導航地圖 日本在一些鄉鎮 他們的鄉間小道比較多 比較複雜一些 對他們來講比較複雜 所以在這邊排得比較後面 至於台灣在這邊 看起來都在中間 沒錯 比較中間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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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